经过上个多月的整修 位于综艺路城隆庙前的后车及人行空间变得患然一新 不但人行道铺面从洗漆制改为高压砖 变得更加平整好走 原本是座老旧的公车后车亭 也整并成两座全新后车亭 公车亭靠路线更进行调整分流 协助改善市区交通 市政府正在火车站周边进行交通环境景观的改善 那目前公务处进行到综艺路 就是校二跟校四路段人行道的一个整建 那我们公车处配合后车亭的一个更新工程 那因为在今年的二月 我们在城隍庙这边停车的一些公车 我们已经移到校四路的一个南站 就是往七堵跟软软的公车已经移到南站那边去停靠 所以城隍庙这边的公车流量会减少 所以我们把城隍庙前的四座 原来四座这个水泥的后车亭 我们给它整并改为两座这个新式的这个后车亭 那主要靠近城隍庙这边这一座 由我们公车这个往安乐 这个地区的这个公车来停靠 那靠近校四路这一段的这个后车亭 由基隆客运来停靠这样 另外公车后车亭也改踩简洁 并具穿透性设计 让后车亭不再成为阻碍行人行走及影响市容的障碍物 我们在市区比较重要的路段 我们会考量整个包括商家的一个动线 所以我们后车亭的设计会踩那个无障碍跟穿透性的 让乘客跟这个店家 可以互相的来做一些采购 或是穿透性方便这样 启用前撑到现场视察的基隆市长 也要求公务处等单位 加强染线清整及建筑立面改善等 让整个空间更加干净宽阔 是那个公车亭处理 我们连公车亭后面的那个建筑的立面 人行道还有包括很多废染线 全部都整 基隆市政府公务处方面表示 接下来从孝山路到孝四路的中医路段 人行空间将等温沙堡中医店 这栋大楼外墙拉皮改善完成后进场施作 预计年底前完成 提升基隆火车站周边区域的四楼景观 记者张其辰基隆报导